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 《鸡师阿凯》 咦 做什么呢?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 《鸡师阿凯》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鸡师阿凯》 我是鸡师阿凯 你们看到我身边就是两位美女 来 自我介绍 我是易卡的中学同学 我叫婉君 哈喽 我是依文 也是她的中学同学 这是我的频道有史以来最多人的一集 所以非常的特别 今天我们都点在聊什么呢? 《飞鸡师》这个职业就非常的冷闷 一般人很少有机会几处 或者认识到飞鸡师 你有几个飞鸡师朋友? 就你一个啊 你有几个飞鸡师朋友? 就你 就对了咯 臭不要脸 所以很多人都会很好奇 飞鸡师在卸下他们的制服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这一期的影片呢 没有复杂的飞鸡系统 也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航空去世 就是听这两位小姐给我们 爆料《鸡师阿凯》的秘密 就讲 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我有好多可以爆料 所以你们要看到完 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会讲什么东西的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帮我点击订阅 你们认识我多久了? 嗯 我们是从15岁开始认识的 就是Farmtree一样班嘛 我认识你比较久 对 我们是从小学 应该是一年级 我EB班 哦 这样就不对了 不是不是 几时认识都想不起来老了老了 所以你们到底几时认识吗? 我好像是3K 3K 4M 5K 3K就一样 所以是三年级认识的 所以差不多也认识了一个十多年吧 然后在中学的时候或者在小学的时候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就说来话唱了 是一个很轻化的学生 是一个很乖的学生 从来不顶撞老师 定时教功课 这个就比你有点遥远了 你讲了这些的反义词 小学其实也没有什么印象就 好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出来 OK 中学啊 真的是从猴子变人缘了 比猴子还要夸张 OK 神一般的进化 OK啦 然后现在慢慢就变人了咯 对对对有进化到变好人 可能你现在你在形容你自己的 是你现在的样子吧 如果你要讲你中学的样子 绝对不是这样子 我没有顶撞老师啊 还是你要我们请你的中学的同伴同学 你不是说我中学的同伴同学 另外一个男生 那个给你跳在桌子上的那个男生 没有没有不要听他乱讲 不要讲啊会掉粉 哈哈哈 你们认识的祭司阿凯 跟你们之前你们对飞机师的印象 你觉得有什么差别有什么落差 虽然我不是很想要暴露你的身高 可是就是在我心目中的祭司 其实是那种很高很壮 然后虽然你有壮啦 可是那个高度我就不想多讲了 就其实他还蛮有空一下的 哈哈哈 可是我印象中的飞机师是整个在天空 就飞来飞去这样子 可是他竟然跟我讲15号到月 我也没有做工 哈哈哈 因为现在是遇到那个 新冠肺炎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做工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要多多支持他的频道 你知道吗 他才能够赚钱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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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订阅 哈哈哈 识趣一点又呵呵 说出一个就一个罢了 一个祭司阿凯不为人知的秘密 其实我知道他很多秘密 就是从中学到现在都还是要保持很好的关系 就是好朋友的关系 然后可以说70%的秘密我都知道啦 OK 讲一个 一个 如果要讲在中学的话 就是在中学就算痴情 就是 对 那个女生一发生什么问题 就会影响到他的心情 他是一个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男生 对 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男生 我还想说我其实情绪波动 就是比较容易火爆 不是像你们表面上看到他在channel这样子 但是现在好很多啦 现在没有很火爆啊 有啦现在有改变很多啦 如果跟中学时期比起来的话 就现在真的是好像一个换了一个新的人 因为你很难想像在中学的时候 他的样子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 就专业了嘛不一样了嘛 做工了嘛 以前的时候是小孩子嘛 对 参数了很多 是啊就是中学时期叛逆的学生的条件 他身上都会看到 好像我很怀疑这样哦 对对对 有一个东西要爆料就是 他曾经翻过人家的桌子 喂什么鬼 所以 没有吧 就是你们为了数学提吵架 然后你翻他桌子 对啊 真的耶 我真的忘记这件事了耶 你想要帮他解决数学的问题 可是他不要让你帮 然后你就生气了 你就翻他桌子 就是中学毕业了过后就没有什么联系吧 就是可能是过了一两年才重新讲会 就心里会有一个结 对 然后过后因为我们又继续 呃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觉得是因为遇到现在的女朋友嘛 所以才改变很多 嗯 那时候不会想啦 大家都是这样啊 其实大家知道他的女朋友是空姐嘛 哦对哦 而且还是我们同班同学 好像没有在 好像没有 从来没有 这个频道没有训练 其实他的女朋友也是一位空姐 对 改天有机会再介绍 其实我做这些影片 最主要想要表达的重点就是 飞机师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罢了 开飞机只不过是一个职业 可是在下班之后我们就是 放强人 对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儿子 一个男朋友 一个 你才坏 我们有的角色大致上都是 跟普通人都是一样的 可能因为这个行业比较冷门 就有很多人不了解 到底飞机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脑补 然后就会有产生很多的误解 还有迷思 呃 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 其实飞机师的那种私生活很混乱啊 很淫乱 其实没有 就是很淫乱 其实这个只是个人的 没有啦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电影电视塑造出来的一个 一个形象 飞机师的形象就是那个样子的 但是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是更坏 你看你看是谁坏 有一个重点 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到讲说 普通人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飞机师 其实并不是因为普通人没有机会接触到飞机师 而是就是飞机师站在你旁边 也不知道他是飞机师 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就像他穿上制服你知道他是飞机师 但是当他脱下制服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在你旁边也不知道啊 其实我有一种 这个在自己打自己嘴巴 如果那个律师脱下他的衣服 没有人知道他是律师 对啊对啊对啊 这就是我表达的重点啊 因为好像有时候我做Grab 所以我在古境的时候我没有车 所以我都是做Grab回家的 所以我放工过后我就拿着我的Brab 我上车 然后几乎有80%的那些司机 所以他们看到我做穿制服 他们就来哇什么 他们就给我很多那种就是 很遥无可及的那种那种感觉 甚至我还遇到一个Grab Rival 他跟我讲英文 所以他以为我听不懂华语 然后他就问我要去哪里啊什么 他就跟我讲英文真的讲 讲到完了过后 他就拿他电话出来打电话给他女朋友 诶你知道啊 我车后面带着一个机师 你知道吗一个飞机师啊 我等一下拍照给你看 我等一下拍照给你看 我在那边 呃其实我听得懂华语 就是就是有这样子的事 所以其实飞机师并没有很厉害啦 就是一个普通人不了 飞机师也很频繁 当然我也没有讲说这个行业不好 我对这个行业还是很有热忱的 我还是很喜欢我的工作的 很少人有有这个 这个炙热的心 对对对对对对你的工作 对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讲这句话 不是每个人都对他的工作有热忱 认可认可 好了这期的影片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在这边会放下这两位美女的Instagram 这个是万君的Instagram 还有日本的Instagram 你们可以去follow他们 帮他们like他们的照片 like给他包 喜欢他们两个的话 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帮我分享这个影片 到其他的社交平台上 让更多人看得见 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Instagram 一般上我的Instagram 会在这边出现 还有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个星期间 我是吉时阿凯 祝你旅途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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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